它應該是雞腳湯來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軒仔 今天就跟大家試一下這間利嘉城酒家的和菜 我們叫一個四和菜 這間是在十四街和Kennedy的 這個四和菜是43.95元 然後我們叫了這個涼瓜牛肉 有個青軟酒地雞 還有一個蜜椒肉排 還有咕嚕魚 因為我們吃咕嚕肉吃得太多 試一下咕嚕魚 還有它跟餐還送了這個泥湯給我們 它也有很多材料的 這個是雞腳湯來的 也有幾隻腳 湯還很熱 我們就自己去拿外賣回來 我們在家裡來這間店 我想不用十分鐘 但是它也很熱 然後湯也不算很鹹 但是有味道 有時候有些好像很美味的味道 這個也不錯的 這個真的像湯 牛肉很濃 牛肉很濃 而且味道適中 真的不會太鹹 虎瓜炒得很苦 但是它是很爽口的 所以也不錯 這個就是咕嚕魚 味道不錯 酸甜適中 不會過份甜或過份酸 炸粉已經是軟的 那個皮會不會很硬 那個皮不是很硬 而且皮也算挺薄 炸粉炸醬不是太厚 魚汁會不會很濕還是很濕的 魚汁會不會很濕的 挺好吃的 有些是魚很濕的 很濕的就很難吃 但是這個魚是挺濕的 肉質 試一下下一個 蜜椒肉排 很大塊 很大塊 其實我想玩夠小的 你給鏡頭看看是多大塊 很大塊 好像半隻手掌的份量 尺寸 不過它好像也有點高 它是甜甜的 有蜜椒 然後有些 黑椒 有輕微的辣 就是有黑椒 它是又甜又辣 肉也挺軟的 但是好像也有點高 其實你看到它中間 其實很多都是高 那我就不太喜歡吃高的 那些 這個酒地雞 所以是比較瘦 而且都很淺 比較 它還有薑蓉 這個雞很滑 肉很嫩 但是很淡 好像幾乎沒有味 不過可能是故意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不是 白實 清遠 清遠是否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 清遠是一個地方 沒有意思 其實是很淡 這個好像是白實雞 白切雞 白切雞 其實就是白實雞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 好像沒有味 但是肉是很滑 其實加上薑蓉也不錯 你誰最喜歡吃哪個菜 最喜歡吃這個 因為我喜歡吃咕嚕肉 酸酸甜甜 對 酸酸甜甜 挺開胃 挺好吃的 其實那些份量幾多 你看全部都放滿一滿 每個菜 每個菜 平均10元左右 對 挺划算的 這個四和菜是四人份量 它有一個泥湯送給你 都可以了 應該都夠四個人喝 但是注意到是沒有飯送的 對 沒有飯的 它飯好像另外加了錢 好像是7毫半一碗飯 其實這裡寫著泥湯是過半的 但是它送了一個泥湯給我們 應該是 對 那我的份量就OK 那味道呢 我覺得整體的味道 其實這裡都有3.5的 還有它的CP值有4 這裡絕對 因為你看 張得多滿 對 所以這間值真的可以來試一下 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話 它還有很多款的 你看它的和菜的名單都挺長的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